生活在洛杉矶真的就是在国外吗? 这边的华人平常的午餐吃什么呢? 你楼下的小饭馆在洛杉矶也有 这边的华人区呢 大概有五六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就是比较成规模的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也有华人的街道 还有邻居 还有街坊 当然了 还有这种你家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小饭馆 也是开了几十年的 基本上都是街坊邻居 在这里吃饭 你看这个就是简简单单的 在家门口的一顿午饭 有龙虾衣面 有烧肉炖豆腐 还有番茄牛肉 米饭是送的 汤是送的 还有饮料 也是送的 这样的小店呢 就几乎全靠街坊啊 邻居啊 照顾生意 时时会会的呢 很多人都把这当食堂 你看这顿饭呢 一共是59.41 便宜又能吃饱 你说对吧 我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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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是 你以为是